东南城老区,即将拆迁,每户能分到上千万拆迁款,大家知道后都喜笑颜开。 唯独我,我受师父命令,在这里住了三年,房东叫李忠,是个中年大叔。 在确定拆迁的消息后,他直接找上了我。 呵呵呀,我这房子快要拆迁了,你赶紧找个时间搬走。 还有啊,我看了一下,你老是在我房子里贴一些奇奇怪怪的符纸,还将我厨房门口摆放的发财树给搬走了。 你违反了合同,这押金我是不会退的,没有破坏房子,也算违反合同,我拧了拧眉头。 李忠笑了声,滑溜溜的眼神往我身上扫了一圈,压低了声音。 我的房子,当然是我说了算,其实你想要回压金也可以,只要你,今晚去我那里。 说完,他嘿嘿笑了两声。 我眉头愈发紧促,可想到师父的叮嘱,我还是压下了为李翻滚的恶心。 冷淡道,你现在的房子挺好的,我不会搬走,你也别去拆。 拆了会出大事,李忠脸上的暧昧瞬间消失,他变了脸色,后退警惕看我,不想搬走。 你什么意思啊你,我房子拆迁是好事,你这么阻止我,还神神叨叨地说一些奇怪的话,是想做什么? 他竖起眉头,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恶狠狠地瞪了过来,你是不是想学网上那些人一样? 赖着不走,想坑我一把,我告诉你,要分拆千款啊,不可能,还有这押金,我是不可能退你的,房子你不搬,也得搬,说着,他就怒气冲冲地走了。 我眯了眯眼睛,我是一名风水大师,最年轻的那种,我知道,我的话,因为我的年纪和性别,显得特别没有说服力,但我很快就会证明,我所言非虚,毕竟,有些东西,一旦碰了,可就不是花钱能解决的。 正当我打算关上房门时,我听到了邻居传来的议论声。 什么人呢,这是,看着白白净净的,没想到内心这么肮脏,还让老李不拆房子,我看啊,他就是没安好心,就是就是,一个女孩子,年纪轻轻的,白天也不怎么出门,每天都不知道窝在家里做什么,没有工作,还租得起房子,有的吃喝,谁知道他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现在听到拆迁的消息,他肯定八步地沾上牢里,不走了,可怜的牢里,平时对他那么好,有什么好吃的,都不忘分他一份,结果呢,养了个白眼狼, 我眯起了眼睛,看了过去,发现,这几个故意说闲话的人,都是平时和我交好的邻居。 他们分别是301号的周大妈,405的李姐,604的梁婶,这几个都是最喜欢八卦的人,平时,别人家里不管有什么点风吹草动,都好,一旦落进他们耳朵里,不用等到第二天。 流言飞语就会传遍整个小区,我可没打算成为小区下一个八卦的对象。 周大妈,有时间在这里八卦,还不如早点回家,好心提醒你一下,你再不回去,你儿子外头养着的情人就要带着三岁孩子闹上门了。 周家媳妇,是个厉害人物。 周大妈她儿子,是入赘进去的,她不是一个安分的,若是被她媳妇知道婚外情,他们一家人都不会好过。 周大妈瞪大了眼睛,你,你,你,我礼貌微笑。 这个他们一家人藏得严严实实的秘密,其实很容易从家居布局的风水上看出端倪。 葬,是不可能藏一辈子的。 理解和梁婶头去八卦的目光。 我看了严手表,好心提醒道,还有十分钟,周大妈脸色一变,连辩解都来不及,就急匆匆离开了。 我转头看向剩下的两人。 理解,生不出儿子,不是你儿媳的错,是你儿子有问题,到处求神拜佛,找天方,是解决不了根本的。 我一语戳中了理解的痛处。 她白了白脸,瞪了过来,胡说八道些什么。 讲呵呵,你在胡言乱语,我就,你就什么? 我劝你,谨言慎行,不然,今晚你就得遭报应。 理解因为不满她儿媳一直生女娃,所以每次在儿媳怀孕后,都会拉去检查。 查到是女孩,就打掉。 现在她家已经乌云密布,阴气环绕。 只差一个契机,那些无辜惨死的女婴便会现身,照她们算账。 梁婶,梁婶脸色微变,她急忙打住了我的话头。 等等,你什么都别说了,我这就走,我这就走。 说着,她拉着还不服气,嘴里骂骂咧咧的理解离开了这里。 我扫了一眼,藏在门内头听八卦的邻居,嘴角微扬,漫步回到了家里。 当天晚上,李家就出大事了,李姐从楼梯摔下来,断了一条腿。 她儿子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口吐白沫,送去了喜味。 整个家里,除了李家媳妇没事,其他人都住了院。 这是闹得挺大,不知缘由的人,还在小区群里讨论。 而周妈和梁婶都吓坏了,他们两个隔天一大早,就提着水果上门道歉。 我开门的瞬间,刚好瞥见李钟拿着手机,往我这个方向拍了过来。 嘴里还念念有词道,就是这个女人,我平时好吃好喝的没少她一份, 现在我房子要拆迁了,她却不肯搬走。 我是租房子,不是送房子啊,我真没见过像她这样的白眼狼。 为了分道拆迁款,脸皮都不要了,直播间议论纷纷,李钟看到很满意。 对她来说,这是闹得越大,越好。 而周妈和梁婶听到李钟的话,却吓得够呛。 老李呀,你可不能胡说,呵呵她不是神棍,她是风水大师,有真本事的。 李钟看到他们那样,眉头一皱,她给你们多少好处,让你们帮她这么说话。 你们知不知道,要是她不搬走,房子就没法拆,一家房子不拆,其他也拆不了。 听说这里以后是要拿去做商业广场的,讲呵呵这样做,就是再断我们的财路。 周大妈和梁婶善善一笑。 提到了钱,他们就歇下了替我出头的心思。 我没去在意,而是拿出一个东西。 李钟看到这个,脸色当场一变。 逍遥令。 你是逍遥门的人,李钟神色微变。 没错,我老老实实点头。 师父曾经说过,见此令,如见他本人,他让我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拿出来。 如果不是因为开眼皇福对受过逍遥门庇佑的李家后代没用,我也不必掏出这个。 李钟不屑地笑出声,什么破门令,肯定是假的,逍遥门弟子从来都是招男,不招女。 你要骗人,好歹也拿上有用的东西来骗,网友一听。 迷糊了,我眉头一皱,能感觉到,他手机里传来源源不断的恶意。 鹦鹉,最喜恶意。 如果一直在让他拿着手机,那镇压在房子底下的东西,恐怕要提前出来了。 现在只能速战速决了。 我耐心解释,既然当年你父亲和你提过逍遥令的事,那你也应该清楚,这房子动不得,你不信我没关系,你可以再去问问你的父亲。 李钟文言笑了,你看看你,骗人之前,怎么都不调查一下? 我家老头都死好几年了,你让我去哪里问他,手机里的恶意,铺天盖地袭来。 我看了一下阴暗的厨房,微微叹气,你父亲没死,怎么可能李钟冷亨? 我老头的尸体,都是我亲手送去火葬场的。 他骨灰现在还在我家搁着,我平静的,我算法,从未出过差错,你父亲不仅还活着,还活得很好。 我天天给他烧香拜佛,送明帝,送别墅,还送美女,他在下面能过得不好吗? 李钟哈哈大笑,笑得手都在颤。 眼看话题楼越来越歪,李钟急忙扯回重点,你现在马上搬走,我摇头,我不能搬。 况且,这房子从一开始便不该出租,你未曾听从你父亲的话,私自出租,险些酿成大祸,你现在还要继续执迷不悟到何时,寻常人入住镇压鬼物的宅子,轻则受伤,重则丧命。 当年,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提前租下这房子,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李钟脸色一变,他似乎在想,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 可很快,他又冷笑出声,我不和你扯这些有的没的,说着,他低头看了眼时间。 正在这时,我听到了楼下传来挖掘机启动的声音。 我眉头一拧,你可知强行拆除房子的后果,少废话。 你们快点过来,把他给赶出去,说着,几个高大的男人冲了过来,架起我的胳膊,直接往外拖。 我是风水大师,只会看风水,画符。 面对几个壮汉的控制,我根本就无能为力。 剧痛从胳膊上传来,我就这么被强制性丢出了门口。 与此同时,挖掘机机壁扬起,精准地挖在了墙上。 砰,墙倒了。 差点砸到了我,随着墙壁砖块地倒塌,无数灰尘散开,很快笼罩住我整个人。 我捂着鼻子,看着李忠站在前面指挥,笑得合不拢嘴的模样,心里一沉。 你们看到了吗? 这房子我拆了,还是当着他面拆的,有什么事吗? 什么事都没有。 蒋赫赫就是个骗子,以后你们要是在路上看到他,最好是绕着走,免得被人家缠着算命,随着外墙的拆除,贴满黄色符纸的客厅,也出现在众人面前。 李忠痴笑一声,怪不得不肯搬走,原来是把我房子弄成这个鬼样子,不好收拾,怕我要你赔钱啊。 李忠看到网友都在骂,笑得嘴巴都没合上过,周围看戏的人也在看我笑话,可却没一个人能看见。 厨房方向已经开始有黑气涌出,这股杀气重重的黑气直直冲李忠方向飞去。 我本是无人要的气婴,若不是那年冬天,逍遥门门主,也就是我师父将我捡了回去。 我是不可能活到现在的。 这么多年来,他将毕生心血教授于我,他要我做个好人。 他告诉我,不管发生什么事,在人命面前都不值一提。 想到师父的教诲和叮嘱,我压下了心中的火气,急忙提醒道,你还是快跑吧,再不离开这个房子,你会被鬼物彻底侵蚀。 鬼物?什么鬼物? 这房子干干净净的,能有什么?你告诉我,李忠百明就是两个字,不信。 我耐心解释,嗜血鬼是十八层地狱里爬出来的鬼家。 他最喜欢钻进人的身体里,一点点吞噬人类的血液和精气,直到人类变成一具干尸,他才会出来选择下一个猎物。 连续吸食十个人,他将进化成鬼王,到那时将没人能镇压住他。 哎呦喂,你刚刚不是还说你是风水大师吗? 怎么现在还会捉鬼了?直播间看热闹的人也越来越多,打赏也随之变多。 李忠尝到流量带来的甜头,得意地挑了挑眉, 等下你是不是还要说你会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啊。 我给你十万块,你给我上天摘个星星下来怎么样? 你要是摘不下来,你就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跪下道歉, 周大妈和梁婶,一直在附近看着。 在看到房子被破坏后,并没有出现什么大事实, 他们扫尸过来的忌惮眼神也逐渐变了异味。 呵呵呀,要不你就服个软,现在和老李道个歉, 他这么大方,肯定不会和你计较之前的似的。 没错,真要闹到跪下去道歉的话,可就不好看了, 大家邻里邻外这么多年,我们也不想看到你们闹得太僵。 我一语不发,掏出兜里的黄服,向周大妈致取。 周大妈必不急,额上正中黄服。 他恼火了,我好心劝你,你居然还对我动手, 说着他就要撕下黄服。 可下一秒,他的手镜直穿过了黄服, 抓在了自己的额头上。 而黄服也在所有人的眼前逐渐变得透明, 直至消失,现场瞬间寂静, 就连一直动工的挖掘机都停了下来。 铺天盖地的灰尘中, 静到连根针吊地上,都能听见。 可很快,周大妈的尖叫声便打破了这份死一般的寂静。 哎呀,有,有鬼呀, 我神情凝重地看着厨房, 那里的鬼气已经凝聚成一个扭曲的人形。 李忠急了,他就是个骗子, 我认识他那么多年,他什么样? 我还能不知道吗? 你他妈别动不动一口一个骗子, 我恼火了。 这真就是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师父啊师父, 不是我不听话, 是这个人非要送人头。 我看着李忠这副无耻的模样, 决定让他先吃点苦头。 我收回掐着扶纸的手, 任由鬼气钻进李忠的身体里, 不过是一煞之间。 他的瞳孔便便地呆滞, 血色也在慢慢退去。 李忠还有一丝理智, 他看到弹幕, 缓慢地低头, 可黑色虫子早已爬到他的脖子上。 他没看到, 还以为网友是在开玩笑, 忍不住笑出声。 我说你们没搞错吧? 他骗人也就算了, 你们也无聊到开始学他了, 李忠没眨眼。 而是直接脱了裤子, 当着所有人的面, 裸露出身体。 现场安静了, 李忠恢复了一瞬的清醒, 可他完全不能控制住自己的身体。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自己像个变态一样, 蹲在地上拉屎拉尿。 还唱起了, 征服。 我拧着眉头, 神情严肃, 就算你行这么大礼, 我也不会放过你, 行礼。 李忠看到自己居然拉完, 就直接跪在了巴巴上。 他气得在心里狂骂, 想要夺回身体的控制权。 恰逢嗜血鬼刚放出来, 较为虚弱, 李忠这么一用尽, 还真就夺了一部分回来。 只是, 一部分就仅仅只是一部分。 他只抢回一条腿和一只手, 嗜血鬼要跪着, 他就偏要站着。 这么一来一回拉扯, 李忠直接扑通一下, 摔在地上。 脸正中巴巴堆, 连同直播间的手机, 早已掉落在地, 卡在碎砖之中。 画面刚好就对准了 李忠的大脸以及那坨。 直播间的网友沉默了, 现场的人也沉默了, 我也沉默了。 怪不得当初师傅说起嗜血鬼时, 表情一言难尽。 我当时还以为是他太难对付。 现在看来, 根本就是嗜血鬼太没下线。 不过, 他虽然没下线, 凶残程度却不可小觑。 只是, 以我现在的能力, 要对付他, 还不够格。 我瞥了一眼手机, 半个小时前, 我就已经紧急联系了 还在同事去的师兄。 只要他赶来, 我们二人合作, 定能胜他。 只是, 师兄过来需要时间。 在此之前, 我还得想办法拖着他。 周大妈梁婶看到这个画面, 忍不住吐了出来。 老李也太没有公德心了, 当众就拉了出来, 憋不住屎尿, 就包纸尿裤啊, 都上年纪了, 还逞能什么呀。 哦, 李中活了大半辈子, 第一次这么丢人现眼。 还是当着所有街坊邻居, 甚至是全网人的面, 干出这事。 加之他平时爱面子, 如今, 眼睁睁看到别人奚落他, 他又无能为力, 直接气到脸都清了。 我想起师父的叮嘱, 嗜血鬼最喜速体失去理智, 方便控制。 李中现在还有一丝理智。 我急忙安慰道, 你放心, 只要你不张嘴, 就不会吃进去, 只要我们假装没看到, 这事就当没发生过, 李中抢回控制拳的那只手, 抖得更厉害了。 周大妈和梁婶的笑声传了过来, 看着李中, 脸色突然发白, 颤抖的手也完全僵住。 这情况很明显, 是嗜血鬼占了上风。 我抓了抓头发, 有些迷茫。 李中怎么回事, 我刚刚不是都安慰他了吗? 怎么还更气了呢? 嗜血鬼扭了扭头, 他咧开嘴, 露出腥臭的口水, 四肢着地冲了过来。 他的速度极快, 我一连制出几张黄符, 才堪堪减缓他的行动。 大家快跑, 我话音还没落, 身后的人就已经跑光了。 我沉默了一瞬, 也是, 任谁看到这么一个行走的粪坑扑来, 都会吓跑。 我安慰了一下自己, 脚步是一点都没停, 四周砖块很多, 脚一踩上, 哗哗直响。 嗜血鬼一路跟在我后面, 他无法感知到物理撞击带来的疼痛, 直接就是一个横冲直撞, 李中的身体很快就被弄得到处食伤。 最重要的是, 他脖子上挂着的那块价值百万的古董玉佩, 就这么碎了。 碎了, 碎了, 李中的心都要跟着一起碎了。 而嗜血鬼还在冲, 在他冲上来的那一刻, 我拿着黄符定住了他, 李中趁机冒头, 他艰难地开口, 救, 救我, 我把押金退给你, 救我, 我气笑了, 这李中都这关头了, 还在想着保住自己的钱。 你给他, 不如给我, 李中突然笑嘻嘻, 自言自语了起来, 给我, 我能救你一命, 我神情变得微妙。 难道这房子底下镇压的, 不只是血鬼? 还有穷鬼? 李中快哭出来了, 他扭动着身体, 你又是谁, 你快给我滚出去, 不要, 哎, 你手机呢, 让我找找, 啊, 找到了, 在这里, 他笑嘻嘻地打开手机, 对着直播间狂发红包, 一万, 两万, 三万, 随着卡里的余额清空, 李中直接气地吐出一口黑血, 我摇了摇头, 比起要命的嗜血鬼, 爱财的穷鬼, 并没有什么杀伤力, 他最多也只是吸收素体的财运, 而吸收财运的办法, 便是破掉素体的财, 可偏偏李中最爱的就是财, 嗜血鬼被封印多年, 早就学聪明了, 现在一看情势不对, 他便趁穷鬼搞事的时候, 偷偷从李中的身体里溜了出来, 直接往外逃窜, 嗜血鬼需要素体, 没有素体, 杀伤力减半, 所以他一边逃, 一边找新的素体, 直到一双布鞋出现在他面前, 他才停了下来, 我追在后头, 手中捏着符纸, 他一停, 我也跟着一停, 一个俊朗的男人, 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挑了挑眉, 看你跑半天, 原来是想上他身呀, 快上, 我求你上他, 嗜血鬼冲我, 发出一声刺耳的吼叫, 随后就往男人身上冲去, 可这一冲, 他便像撞上了厚重的城墙, 黑雾般的身体, 像是受了重伤一般, 当即变淡了不少, 嗜血鬼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我轻哼, 我师兄你也敢惹, 我看你是真不要命了, 小兔崽子,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仗势欺人, 男人穿着休闲装, 俊朗非凡, 笑起来, 如沐清风, 亦如他名字, 沐清风, 我仰头双眼亮晶晶地看他, 我这是仗势欺鬼, 就你嘴贫, 沐春风唇边挂笑, 冰冷的眼神扫向嗜血鬼, 嗜血鬼害怕地抖了抖身体, 他想也没想, 就回头往李中身上冲去, 我和沐清风跟了过去, 李中站在废墟之中, 像个破烂的丑娃娃, 恶臭不断从他身上传来, 铺天盖地, 令人作呕, 直播我都看了, 沐清风拿着桃木剑, 抵住李中的额头, 是你欺负我家小兔崽子, 对吗? 李中刺着牙, 伸手抓住桃木剑, 可很快, 他的手便被烫伤了一样, 涌出雾气, 他疼得急忙松开, 我盯着他, 笑意突然僵在唇边, 那是什么? 在看到李中完全摊开手后, 我的瞳孔一缩, 他的掌心上头, 竟有块熟悉的褐色佛印, 这块特殊印记, 若隐若现, 我视力极好, 轻易就看到了佛印上的一颗红点, 那是, 那分明是, 我僵住了身体, 下意识往前走了两步, 师, 师父, 你是师父, 可是师父早在五年前便去世了呀, 他又怎么会变成嗜血鬼? 我呆呆地看着他, 他突然一笑, 徒儿, 你可算发现我了, 可能是我脸上的不解太过明显, 他突然长叹一口气, 属于师父的脸, 也在这声叹息中浮现在我面前, 我下意识握紧手心的逍遥令, 礼中神情变得忧愁, 你可知为师为什么会变成如今的模样吗? 当年, 镇压嗜血鬼时, 我一时不备, 着了他的道, 他将我拉进封印中, 封印开启三分钟便会彻底关闭, 嗜血鬼很难缠, 他拖着我, 我根本抽不开身离开封印, 无奈之下, 我只能用纸人给你传达了消息, 要你下山镇守这座宅子, 不管是什么纸人, 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后, 他们便会消失, 这也是我以为师父去世的原因, 多年不见, 为师甚是想你, 快过来, 过来让我看看你, 他的声音低沉, 充满蛊惑之意, 我看着他, 他看着我, 我沉默了, 那什么, 我能不过去吗? 师父身上有点臭, 我小声嘀咕, 礼终瞬间僵住身体, 这么多年未见, 你竟如此嫌弃师父, 看着师父的脸, 浮现出难过的表情, 我急了, 师父, 你别难过, 我过去就是了, 我走到他面前, 礼终此爱的眼神, 在看到我捂着鼻子的手后, 差点没绷住, 你就不能再走近一点, 让为师好好看看你, 我欲哭无泪, 师父啊, 你平时最爱干净了, 怎么现在反倒变了, 我最多只能控制嗜血鬼一刻中, 哪有那么多时间去洗澡, 他瞪了过来, 语气越发急切, 你快过来, 我乖乖递上前, 随着距离的缩短, 礼终的眼睛越发亮, 他伸出手, 想要抱住我, 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他的手涌出了浓浓的黑气, 朝着我的天灵盖扑来, 风水树式最脆弱的地方, 便是天灵盖, 那里凝聚了树式自身的精血, 一旦伤到那里, 后果不堪设想, 我呆站着没动, 好不容易才找到 新直播间的网友们, 在楼上租客的角度下, 看到这惊险的一幕, 所有人都急了, 眼看他的手越来越近, 关键时刻, 我将逍遥令丢了出去, 直接砸到了他的胸口, 礼终发出一声惨叫, 师父的脸, 也在我面前逐渐消失, 你,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礼终吐出一口黑血, 已经彻底血红的眼珠子, 直勾勾地盯着我, 那眼里, 不再有慈爱, 温暖, 取而代之的是怨毒, 杀意, 你能算计我, 我就不能算计你吗, 我勾了勾唇, 嗜血鬼, 最善蛊惑人心, 礼终在小时候见过我师父, 自然知道师父的长相, 他极为狡猾, 还懂得时间不可逆转, 根据人体老化的速度, 幻化出如今师父该有的模样, 只是他忽略了一点, 我师父可从来不会叫我好徒儿, 他只会骂我小兔崽子, 小兔崽子, 你居然敢以身作诱饵, 说, 你是不是疲痒了, 沐清风谈了谈我的额头, 我捂着额头, 哼哼唧唧, 你不也没阻止吗? 再说了, 师父也曾经说过, 要想捉住鬼, 就不能怕危险, 沐清风瞪了过来, 他抬起手, 却停在半空, 到底没再弹下来, 我吐了吐舌头, 沐清风叹了一口气, 他往外招手, 很快,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便走到我们面前, 那是李忠的父亲, 李叔, 看来, 这么多年来, 李叔一直都在师兄身边当帮手, 我看了师兄一眼, 只见, 他不过挥了挥袖袍, 李叔便像街道命令一般, 果断拿起鞭子, 冲着李忠的屁股, 就是一打, 臭小子, 我让你不听话, 我让你不学好的, 啪, 啪, 鞭子打在皮肤上, 发出清脆的响声, 大家伙健壮, 忍不住笑出声, 而被逍遥令重伤的嗜血鬼, 根本扛不住用黑狗血浸泡了七七四十九天才制成的鞭子, 他疼得直接涌出了李忠的身体, 沐清风趁机将其收进了葫芦罐里, 而清醒过来的李忠, 在看到老爷子后, 差点魂都下磨, 爸, 您, 您, 您不是死了吗? 怎么又活了? 李叔便打便骂, 还不是被你弃活的, 疼疼疼, 爸爸爸爸我错了, 我错了, 您别打了, 我跪下给赫赫大师道歉, 还不行吗? 房子我也不拆了, 押金我退他, 再不行, 我给他一百万, 你就饶了我吧, 李忠被打得嗷嗷叫, 五十多岁的男人, 像个猴子一样, 捂着屁股东逃西窜, 成为街坊邻居口中的笑话, 远处, 掉在地上的手机直播间早已关闭, 而网上却出现了暴力拆迁道捉鬼全过程的视频, 此事闹得沸沸腾腾, 随着直播拆迁的热度发酵, 微博各类词条层出不穷, 暴力拆迁队遭到警方调查, 李忠入狱, 在世人眼中消失数年的逍遥门, 也因此是名声大噪, 门派的师兄弟们, 任务接到手软, 沐清风也将嗜血鬼, 穷鬼镇压在了逍遥门的后山之中, 他们再无出来作恶的可能, 我是蒋赫赫, 逍遥门最新传人, 也是最年轻的风水大师, 远方已传来风笛声, 那召唤来自人口濒临灭绝的寿司国, 冤魂作怪, 其国土势必大乱, 可, 这些人不是死有余辜吗? 我眨了眨眼, 背起桃木剑, 朝着反方向走去, 新的旅程, 我来了, 我学着网络上给自己发了一个鬼新娘的妆容, 厚重的粉底让我像是嘎了好几年, 突兀的腮红, 面上表情僵硬, 接着我换上了早就备好的名服, 血红色的嫁衣, 绣着喜庆的花纹, 穿上身像是私人定制般, 意外的合身, 镜头面前一点不来事, 朝我使了好几个眼色, 我这才从恍然中回过神, 清爽详细地为大家介绍起店铺的明婚用品, 仔细介绍着名服的材质, 直播间的观众进进出出, 根本没人关注明服和明婚的婚嫁用品, 要么就觉得是个土味直播, 看个热闹, 要么是留个脚印, 调侃几句, 在稍微极端点地, 会把生活中的不幸发泄在直播间, 进行疯狂地辱骂, 直播间的弹幕倒是刷得飞起, 但真正下单的没几个, 一次直播下来, 承受了太多, 身心俱疲, 婶婶看我第一次直播, 就能有这么多弹幕, 给了我很久以来未曾见过的笑脸, 从我爸妈离世, 被亲戚们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 最后在叔叔家安定下来, 我在这个明婚婚嫁用品店 已经做杂工好几年了, 自然是不怕鬼怪神的, 但多多少少都会有些隔应, 每天下波都会仔仔细细地洗个澡, 而且明服是给死人用的, 我一大活人用这玩意儿, 肾得慌, 但婶婶态度强硬, 你要是不愿意干的话, 趁早滚出这个家, 犹豫了好几天之后, 我还是屈服了, 无她, 我还未成年, 叔叔婶婶还是我的监护人, 最重要的是, 他们手里还攥着我父母 给我留下的遗产, 同意婶婶的直播之后, 她就踏着欢快的脚步, 采购了直播用的专业设备, 但直播这晚饭不是什么人都能吃的, 平台的土味直播趋近饱和, 有意思的人和事实在太多了, 深深最近也变了性子, 不再对我急言利色, 反而时不时地鼓励我, 结束在店里的直播, 自己先简单用随身小镜子卸个妆, 看到镜子中的自己, 第一眼就吓出了一身冷汗, 简直太像了, 太像个鬼新娘了, 每天长时间地带妆直播, 这诡异的妆容像是紧紧地贴在了我脸上, 就像是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用清水简单地清洗了脸上的妆, 打算回去再用卸妆水卸妆, 已经深夜了, 路上来来往往的人已经很少了, 经过一对轻轻我我的男女时, 男孩看了我一眼, 像是被什么吓到了一样, 赶紧把女孩拉走, 快不离开了, 以往不是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一个打扮老土, 衣着破旧的年轻女人, 总是会引起各类人, 或嫌弃或怜惜的眼神, 但是这次却是明晃晃地害怕, 摇了摇头, 不再理会他们, 慢慢地往城中村中的叔叔家走去, 城中村的路灯照明像是没人管的孩子, 忽明忽暗了好几个月, 听邻居说已经打了好几次市政电话, 还是没人维修, 狭窄的巷子里, 弥漫着下水道的臭味, 夹杂着些许白色的生活垃圾, 让人无法下脚, 我熟练地捂好口鼻, 点着脚尖, 贴着墙跟走, 等我回到家, 叔叔婶婶们已经睡着了, 叔叔家的杂物间就是我的房间, 十几平方的面积, 而且堆放了不少杂物, 没有床, 轻手轻脚地走进洗手间, 涂上厚厚的卸妆油, 用化妆棉大力来回搓, 脸上被我搓得泛红, 但脸上的妆还是死死地贴在我脸上, 来来回回了好几次, 实在是泄不下来, 就只能这样了, 加上今天很累, 也实在没有力气再折腾下去了, 就这样睡觉了, 迷迷糊糊之间, 想着明天找婶婶拿点钱, 去买点贵的卸妆品, 不知道会不会好一点, 在叔叔家寄人篱下的时间里, 我白天都要干活, 所以我晚上的睡眠质量很好, 很少做梦, 但是今天, 我清楚地意识到 我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梦, 在梦里, 我像是被谁掐住了脖子, 喘不上来气, 我的大脑告诉我要挣脱这种困境, 但身体却完全不受控制, 我梦见我还在店里直播, 身上还是穿着直播的那些名服, 店门口不知何时挂了两个红色灯笼, 照在马路上, 亮着喜庆而诡异的光, 我呆愣愣地看着灯笼, 像失去灵魂般死寂, 这梦境实在是太过诡异, 我试图控制身体离开, 但无论我怎么用力, 身体都没办法挪动, 就在我思索如何逃脱梦境, 让自己醒来时, 我听到了唢呐的声音, 这唢呐声游远极近, 不一会儿, 一只迎亲的队伍就出现在我眼前, 迎亲的队伍浩浩荡荡, 如傀儡般向前行进着, 不停地吹响唢呐, 慢慢地, 迎亲队伍越靠越近, 最后停留在了店门口, 迎亲队伍中走出了一个四五十的女人, 头戴红花, 扭来百去的喜娘, 看不清她的脸, 仔细一看, 她竟然是指红的, 我顿觉浑身毛骨悚然, 眼神不自觉看向迎亲队伍, 这分明是一支指人队伍在迎亲, 喜娘自顾自开口, 姑娘, 这婚事就这么定了, 替礼您收好, 我想否决, 我想逃避, 却用不属于自己的奸细女生回答道, 已经和我家里人走了名路吗? 喜娘闻言, 纸壶的脸庞上竟浮现了愤慨的深情, 不是已经谈好了吗? 互换了八字, 不能出尔反尔, 你把聘礼收下就行, 说着指挥迎亲队伍把手里的东西放下, 然后慢慢消失不见,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被闹钟吵醒的我, 感觉身上黏糊糊的, 满身都是汗, 想起昨晚的梦, 都不由地感叹一句, 在这行待久了, 果然会疑神疑鬼的, 掀开被子, 想下床洗漱, 却发觉床头边多了点东西, 一纸昏书和一达冥币, 难道我昨晚不是做梦? 真的是碰到了迎亲队伍, 我还收下了聘礼, 耳旁仿佛又回想起所耐的迎亲生, 这可怎么办呢? 昏书, 对了, 看看婚书上写了啥, 谨遵婚礼, 则定于农历七月十五日亲营, 特达贵府, 论新人上教一面向东方, 迎喜神大吉大利, 论新人下教一面向南方, 背本命大吉大利, 论新人梳妆上头一面向东右方, 迎福神大吉大利, 天地阴云, 闲恒庆慧, 金玉满堂, 长命富贵, 风雨富贵, 金玉满堂, 长命富贵, 龙凤成祥, 永结良缘, 南方, 李强, 女方, 李远, 李强, 挥想了很久, 实在想不起来, 我认识这么个人, 李, 难道是我们家哪个亲戚, 这应该是假的吧, 应该是谁在恶作剧吧, 男方女方, 我都不认识, 他们又不知道我的生辰八字, 总不会有人把我拖阴曹地府去办婚礼, 心烦意乱地收拾了一会儿后, 我早早去了店里准备每天的开门事宜, 等我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好了之后, 叔叔婶婶也来到了店里, 我把这件诡异的事情告诉叔婶, 想着他们既然在这行做了这么多年, 肯定见多识广, 但是他们对视了一眼后, 说他们也不知道, 我就这样一直在平台上穿着名服, 在网上直播卖货, 在七月十三日这天, 婶婶这急忙慌地把我拉进屋里, 交代我带个十几套名服, 和一些明婚用品, 陪她回她的老家一趟, 为什么突然要回婶婶老家, 还要带这么多明婚用品, 哪怕村里真的有明婚, 也不用这么着急吧, 没等我把疑惑问婶婶, 就被婶婶催着去打包货品, 店里的名服有百十件, 要带哪些呢? 婶婶不耐烦, 就带你经常直播的那几件就成, 这么点事都做不好, 能指望你做点啥, 文言我将要带的货品, 全部装进货车, 叔叔婶婶又从店里拿了些香火蜡烛, 东西都塞满了整个后备箱, 婶婶老家是个落后闭塞的山村, 距离市区有一百八十多公里, 上了高速后, 我就无心窗外的风景了, 昨晚上一直做梦, 休息得不好, 很快就在车上睡了过去了, 我是被颠簸醒的, 乡路崎岖不平, 车外一片漆黑, 只有车灯在黑暗里, 形成光亮的孤岛, 叔叔沉默地开着车, 婶婶在副驾驶偶尔发几个话头, 我有心和他们聊天, 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口, 又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颠簸, 隔着山傲, 能看到对面村落星星点点的光亮, 然而就在即将转弯, 进入另一条道时, 迎面走来了一只身着红衣的迎亲队伍, 指人迎亲给我留下了心理阴影, 我死死地盯着眼前的迎亲队伍, 生怕是一场幻象, 谁家好人选, 这种黑灯瞎火的时候出来迎亲, 叔沉也变了脸色, 赶忙靠边停了车, 迎亲队伍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停了下来, 有一个大妈敲了敲副驾驶的车窗, 我不敢应对眼下恐怖场面, 只能低头死死地捏紧自己的衣角, 深深不情愿地开了窗, 那大叶脸色惨白, 眼底一片清黑, 就像是很多天都没有正常休息, 大妈给婶婶塞了一个红包, 贴在在婶婶耳边说了些什么, 声音实在太小, 我没听清楚说了什么, 但没过多久, 叔婶就下了车, 并向我使着眼神, 让我跟着下车, 婶婶让叔叔打开后备箱, 拿了点冥币, 烧在了迎亲队伍的轿子面前, 烧完了纸钱, 叔婶让我对着轿子做了几个衣, 我不明白为啥要对着明婚轿子做衣, 但也没反驳就做了, 这么多年寄人篱下的生活, 已经让我变得言听计从, 做完这一切, 大妈和叔婶告了辞, 然后领着迎亲队伍走远了, 我和叔婶回到了车上, 我满肚子的疑问, 但婶婶瞥了几眼, 说到了村里再说, 叔叔发动汽车, 剩下的路途异常顺利, 不到半小时就到了村里, 整个村都是老式吊脚楼, 车子无法行进, 叔叔把车停在村口, 指挥我拿着纸钱和名符走进了村里, 由于是阴雨天, 整个村子都灰蒙蒙的, 透露出一种诡异不祥的气息, 村口就是迎亲的人家, 不少人聚集在院内, 有人在聊天, 有人在喝酒, 好不喜庆热闹, 我紧紧跟着叔叔婶婶, 好在穿过几座房子后, 就到了婶婶的娘家, 与村里落后的吊脚楼不同, 婶婶娘家是气派的小洋房, 洋房外还修了个院子, 一位满头白发的沟楼老妇, 正拄着拐杖等在门外, 婶婶压低声音叫了一声妈, 婶婶母亲领着我们进了屋, 把我安排在了厢房, 让我先好好休息,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门外传来低声细语的交谈声, 不知道是门的隔音效果, 太好还是说话声音实在太小, 我听不太清楚, 一整天的舟车劳顿, 我很快就睡着了, 恍惚间, 我竟又出现在店里, 店里没有开灯, 一片漆黑, 我摸索着开了灯, 这才发现竟然有个手机还在直播, 走进手机镜头, 直播画面中, 无数弹幕在疯狂涌动, 嗯, 我不是在婶婶老家吗? 怎么又到店里了? 奇怪的是直播间的人数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十万人, 而且人还在陆陆续续地进来, 数字不断地往上跳跃, 一串串随机数字还滴不停地进入直播间, 我一片茫然, 这是真实的吗? 这些观众到底是人还是, 这个念头在脑海中挑过, 弹幕就不停地催我赶紧梳妆打扮, 我心里范畜, 经历过一系列诡异知识, 我十分抗拒直播, 我总觉得这些事和我穿名服直播逃不了干系, 不然怎么会碰上这种鬼怪知识, 但这时候隐约听到了叔叔婶婶的声音, 声音忧怨诡异, 臭丫头, 赶紧直播, 我惹不起, 还躲不起吗? 没多想, 我赶紧打开店门, 却发现街道雾气重重, 走进迷雾中, 不管我往哪个方向, 最终都会回到店门口, 就像是碰到了鬼打墙一样, 颓废地回到店内, 直播间的人数仍在不停增加, 就走出去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直播间人数已经突破了五十万人, 擦了擦头上的冷汗, 按下决心, 把手机拿在手里, 看弹幕不停地刷新, 下一刻, 手机被我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屏幕瞬间摔个粉碎, 但手机里的直播却仍在继续, 惊恐之下, 我又在手机上狠踹了几脚, 直到手机四分五裂, 不知是不是出现了幻影, 手机破碎后, 房间的灯也开始忽明忽暗起来, 正当我思考怎么脱离困境时, 脑子里一片混沌,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旋转, 我就这么昏迷了过去, 等我再度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拥挤狭小的密闭空间, 外面是唢呐的声音, 鼻腔里满是烧纸的味道, 我在棺材里, 棺材尺寸很小, 我的腿被弯曲成诡异的弧度, 想要伸展完全不可能, 掏出手机, 想打电话求助, 手机信号非常微弱, 连110都打不出去, 借助手机透出的微弱光亮, 我才发现自己身上穿着一套明昏的新娘嫁衣, 艳丽的嫁衣像是被血染过一样, 这真的是梦境吗? 这几天接连发生的诡异, 我已经分不清什么是梦境, 什么是现实, 这种无助的感觉要把我逼疯了。 我用力地用脚踢, 用手拍着棺材板, 突然有一种下坠的感觉, 砰呸一声, 疼痛传遍五脏六腑, 这不是梦, 外面传来铲泥土的吆喝声, 随着泥土一铲一铲地下落, 还夹杂着迎亲的唆呐声, 现在他们再给棺材盖土, 如果我不想办法自救的话, 我肯定会被埋葬在不知名的位置, 然后悄无声息地死去, 我绝望极了, 不管我多用力地敲击棺材板, 外面的人都恍若无闻, 泥土仍在稀稀苏苏的落下, 我的手心都被我拍得红肿, 可我不敢停下, 这是我唯一活下去的希望, 救命, 救命啊, 救救我, 快来人救救我, 呼喊声渐渐变小, 在意识模糊的前一秒, 我好像听到了有人指挥开管的声音, 还看到了一双稚嫩的眼睛, 怎么会是他, 我有一个秘密, 我间接地杀了一个人, 我害死了对我来说, 不是至亲生四至亲的唐姐, 我奶奶这辈子生了三个儿子, 我爸姓二, 唐姐是我大伯的孩子, 我唐姐和我一样, 都是在父母车祸双王后, 在叔叔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我和唐姐成了孤家寡人, 因为我和唐姐的年龄太小, 叔叔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我俩的监护人, 霸占了我们两家所有的钱, 唐姐就比我大五个月, 我们十五岁的时候, 叔叔说养不起我们, 一年我们的生活开销太大了, 所以打算让无孩家庭领养我们其中一个, 为什么不是两个都送出去呢? 两个都走了, 家里这些活就没人干, 婶婶还想有人能使唤做家务呢? 说是送, 其实是卖, 叔叔婶婶他们收了三千块钱, 这是我亲耳听到他们说的, 而且并不是无孩家庭, 他们家是有一个男孩的, 不过是个智障, 想要个女孩, 不过是想让智障儿子有个后, 让女孩过去传宗接代的, 最后的结论是抽签, 谁抽到走资的谁就留下, 反之就得给别人当小媳妇生儿育女, 我作弊了, 我直接把两张纸条全部写了走字, 然后建议让唐姐先抽, 结果都知道了, 我留下来了, 活到了现在, 而唐姐却在到那户人家的第二天就死了, 我是听村里人说的, 她跳了河, 他们说这媳妇是儿子的, 也是老子的, 那小丫头倔得很, 被打得伤痕累累, 头破血流, 如果不是我, 或许她不会死, 她还会像往常一样, 领着我做家务, 在她死后, 那户人家没有过来闹, 或许知道他们是逼死她的罪魁祸首, 如果我们报警, 他们得不到任何好处, 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她了, 我不知道她怨不怨我, 这段记忆被我深埋灵魂深处, 这么多年, 我从来不敢梦到她, 我害怕她质问我, 为什么要害她? 为什么要抛弃她? 为什么临死前会想起她呀? 是她在轮回路等我吗? 再次醒来, 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消毒水的刺鼻味道, 环顾四周, 这才发现我竟然在医院, 床边还坐着一个女警, 见过醒来, 温和的女警眼里满是欣喜, 你终于醒了, 我整整昏睡了一天一夜, 女警说, 他们接到了求助电话, 有人报警说, 有人被活埋, 幸好他们出警急时, 这才从虎口解救了我这条小命, 女警告诉我, 把我埋进棺材的就是我的叔叔婶婶, 听着女警的话, 我一头雾水, 叔婶为什么要害我? 我们离家世代修炼, 而我父辈中, 唯有叔叔继承了先辈的遗志, 但是在继承的过程中, 走了歪路, 叔叔的天赋极高, 让他的修炼之路平顺无阻, 但他并不想居于这平级的山村, 一番思索下, 叔叔打算去外面闯出一番事业, 最开始, 叔叔给富人们算风水, 但是动了某些人的蛋糕, 被人砸了场子, 让他赶紧滚, 不然见一次打一次, 社会底层的活法被叔叔摸了一遍, 最后, 叔叔上了赌桌, 俗话说, 赌徒手里的钱留不住, 但叔叔在赌桌上得心应手, 但这样做的代价是巨大的, 叔叔时不时会遇到一点小麻烦, 尽管这样, 他还是没有收手, 反而更加肆无忌惮, 直到, 直到大伯和我爸发生车祸, 对, 车祸并不是自然事件, 而是因为叔叔转嫁了因果, 离家本应该是大善之家, 命中富贵, 而叔叔这样做造成了他孤寡一生的结局, 父母, 兄弟会相继离世, 既然因果已经转嫁, 现在也是正儿八经过日子的人, 这不是说明事情已经过去了吗? 为什么还要活埋我呢? 你是个替身, 为了弄清楚这个谜团, 我深情探视了在狱中的叔叔, 由于滥用因素, 叔叔的子孙缘很浅, 但也不是没有, 我有一个堂妹, 她叫黎原, 不过一直寄养在婶婶的哥哥家里, 从黎原出生到现在, 为了减少对堂妹的影响, 叔婶都忍住自己对女儿的关心, 只能每个月打一笔不菲的费用给她的大舅子, 便于照顾自己的女儿, 而这次的明婚, 我则是叔叔给黎原精挑细选的替身, 穿着名服, 嫁衣直播, 是为了让我吸收更多的音气, 成为鬼新娘。 直播间的观众, 也根本不是人, 而是南方李强家中枉死的亲人。 以前叔叔为了能在赌桌上无往不利, 和恶鬼签订了协议, 而协议的对象就是要叔叔出卖自己的子女和恶鬼的子孙冥婚。 叔叔很早就打算好了, 要我和堂姐留下来一个顶替自己的子女嫁给恶鬼。 所以叔叔通过指人迎亲的方式告知了我, 然后通过让我扮作鬼新娘卖货的方式, 让恶鬼以为我是自愿代替黎原嫁给李强的, 因为换鬼新娘必须要本人同意。 而且我和叔叔的血缘相近, 替黎原承担因果最为合适。 听完这些, 我已经吓出一身冷汗, 我无法想象, 叔叔竟然在背后 谋划了这么多。 原本怎么都洗不掉的鬼新娘妆, 现在随着叔叔的计划功亏一篑, 才便回到正常状态。 我脸上鬼新娘的妆容已经慢慢脱落, 露出自然生机的脸。 但是很奇怪, 叔叔的计划这么地天衣无缝, 为什么还是失败了? 这世上也早已没有护着我的人了, 那是谁救了我呢? 叔叔的眼睛随意瞥了一眼, 我旁边, 叹了口气, 罢了, 如果不是我, 你的家庭会很美满, 你的人生也会很幸福。 见过叔叔的第二天, 我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叔叔死了, 死状凄惨, 蹊跷流血。 我回到了店里, 见到了婶婶, 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弄清楚。 满身疲惫的婶婶叹了口气, 将我带到一个地方, 那里有一个崭新的坟墓, 墓碑上写着梨园之墓。 这是你堂姐的墓, 婶婶眼神复杂地对我说。 堂姐, 堂姐的墓怎么写了离远? 婶婶似是看穿了我的疑惑, 继续告诉我真相。 以后, 我可以把我女儿接到我身边生活了。 你能活着出来, 是因为你堂姐。 你堂姐跳河之后, 灵魂一直跟在你身边, 你被关在棺材里的时候, 也是你堂姐救了你。 她本来就是鬼, 比你这靠直播吸收阴气的人。 阴气众多了。 她是鬼, 也自愿替我女儿去替嫁, 更何况也是你叔叔的侄女, 血缘的关系断不了。 既然可以用死了的人, 又何必滥杀无辜? 把你拖下水呢? 婶婶继续道, 其实你叔叔本还有些保命的法子的, 但这样何时才能了? 所以她得还这些债。 以前, 对你的那些不好, 希望你都忘了吧。 我给你账户上打了点钱, 以后就好好活下去, 我贪坐在地上泣不成声。 生死之后, 我一直跟在堂妹身边。 刚开始, 我是怨恨的, 怨恨她完全不顾姐妹情义, 推我入火坑。 我知道这种怨恨没有根据, 我更该恨的是逼我 伺候父子两人的那一家人, 再不计也是将我买了 三千元的叔叔婶婶。 人真的很奇怪, 那些比我强的人, 我不敢去恨, 即便我已经死了, 成了孤魂野鬼, 也不敢对那些人下手。 童年的黑暗记忆 已经成了我的枷锁。 看到过一个故事, 小象很小的时候, 像主人会用很粗的链子 绑住小象。 小象日复一日地撕咬, 却无法撼动链子分毫。 等到小象长大, 链子对他来说也并不是粗链, 他也不敢再去尝试, 即便是换成不堪一击的绳子。 幼时一次又一次失败的经历, 对他来说太过惨痛, 链子就成为了他终生的枷锁。 我想大概叔叔婶婶 就是这条枷锁吧, 小的时候不敢反抗。 长大了也不敢, 甚至已经身死为鬼, 还是不敢。 每天看着堂妹在叔叔家里忙前忙后, 连喝口水的功夫都没有。 就算是这样, 叔叔婶婶也不会有好脸色。 的确没有挨过饿, 但是这种软刀子是最伤人的。 小时候, 堂妹也是二叔二婶手里的宝, 含着怕话了, 捧着怕吊了, 可是自从到了叔叔家, 那样的日子就一去不返。 叔叔打算用堂妹代替黎元的事情, 我是知道了, 当然也是变成了鬼之后才知道的。 刚开始的, 我也想做些什么来帮助堂妹, 为什么坏人可以活得这么好, 而我们连鸡都不敢杀的人, 却活得不如蝼蚁。 我真的无从下手, 不管是堂妹还是黎元, 都是活生生的人。 我承认, 相对而言, 我肯定会选择堂妹, 但血缘关系上来说, 黎元也是我堂妹, 而且她也很无辜。 堂妹被定进棺材的那天, 我用她的手机拨打了110, 警察听到了不断的敲击声和呼救声, 从而才救了堂妹。 堂妹被救, 可冥婚还是要继续。 冥婚的原则是双方必须自愿嫁娶, 而且双方最好都是阴气旺盛之人。 我是死人, 有谁的阴气比我旺盛呢? 所以我同意了替代黎元嫁给李强, 但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小叔必须死。 我爸妈都是因为小叔滥用法术, 导致的亡死。 我不能不替他们报仇, 在狱中。 我和小叔达成了交易, 我替嫁李强, 叔叔接受因果报应, 两个堂妹也能安然无恙。 无所谓, 人间太累了, 我不想当人了。 当个鬼新娘, 又能怎样呢?